2009年10月13日 开国上将吕正操在北京鼎市享年106岁 他也是我国最后一位逝世的开国上将 吕正操原名吕正超 1904年1月4日出生在辽宁海城市 1922年参加东北军 成了张学良卫队旅的医院 1923年他考入东北江武堂 毕业后出任张学良的副官和秘书 与张学良有着深厚的情谊 然而1931年918事变后 吕正操因不满张学良消极抵抗日军的举动秘密入党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 吕正操率部在华北地区与日军激战 有力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同年10月 吕正操决定脱离东北军 成立人民自卫军 继续与日军作战 1938年5月 吕正操带领的5000多人民自卫军 与河北游击军等一起被整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 成立冀中军区 吕正操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 此后他指挥部队与日军激战上百字 并参加了百团大战 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扫荡 立下了赫赫战功 抗战胜利后 吕正操出任东北铁路总区局长 新中国建立后 他又任铁道部副部长 并于1955年备受上将准险 1991年5月 吕正操专程到美国看网章学良 两人见面都只觉恍如格式 吕正操曾总结过自己传奇的一生 他说他这辈子只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打日本 第二件是修铁路 第三件是打网球 1990年 他还曾获得国际网联最高荣誉奖 2011年3月24日 河南省一个普通的农村老人 卢文焕因病去世 他去世时 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遗产 只留下了一张60年前的奖状 但这张奖状的出现 却揭开了一个埋藏多年的秘密 甚至惊动了当地政府 他是谁 这张奖状到底有何来历 感兴趣的朋友 可关注探秘历史 回复奖状即可观看